美國老年其他協會它其實come up一個abreviation叫SHIELD SHIELD的就是S-H-I-E-L-D 它in abbreviation 那個S stand就是sleep 就是優質睡眠 所以一般認為就是說你一定要有充足的優質的睡眠 這樣的話才能夠反對你的認知功能 如果你的睡眠質量很差 或者說睡眠的這個時間不夠 那對你來大佬的健康是不行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這個H-H stands for handle drive 就說壓力管理 那麼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你有很大的壓力的話 對你的認知功能也是有負面影響的 所以怎麼樣能夠有效的管理你的壓力 比如說推薦比如平時可以做點冥想或者做瑜伽 這樣來降低壓力的話 也是對你的認知功能有一定的幫助的 第三就是愛的話就是interaction 就是社會參與 對吧 怎麼樣能夠和我們說那種社交上比較活躍 和你的朋友和你的家人保持比較密切的聯繫 所以這樣一些的這種interaction也是有幫助的 因為很多的這種研究證明 只有社會參與 還有這種我們叫做社交的這樣一種互動 是非常有幫助我們能夠維持我們大佬的健康 降低次胎症的風險 然後剛剛我們談到的這個意義就是exercise 以及有證據證明 體育鍛鍊可以改善認知功能 能夠緩解Alzheimer病的進展 美國老年社政協會就是建議 對於老年人一個禮拜進行大概120分鐘的有氧運動 適度的運動是有益的 然後L就是learning 學習新的技能 鍛鍊我們自己的身體的同事要鍛鍊我們的大佬 因為大佬這個器官它是一個用盡廢退的這樣一個器官 它和很多的其他器官都是一樣的 你不用的話你就會浪費掉 那麼我們一定會建議就是為什麼中國有一句話叫做 學到佬 活到佬 活到佬 所以學到佬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在學習新技能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能夠緩解很多這個Alzheimer病的這個進展的 那D呢就是diet 說到diet就是健康飲食 很多這種證明都發現就是說什麼高糖啊 炭水化合物啊 還有加工的這種飽和脂肪啊 或反式脂肪的這樣一些飲食呢 是直接會增加這個認知功能的這樣一個下降 和導致Alzheimer病的這樣的風險 健康飲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所以加起來就叫Shield 我們Shield the bad things away from you 所以你會讓你帶給你保護 好